年纪真的不是一个 谁规定 硬性规定 就是是一个硬性的界限 那这样好了 就说巧欣她认为说 世代交替她不会专用这个名词 她如果说人才流动呢 她上个礼拜才来我节目 她说人才应该有新陈代谢的意识 那就站立 我顺便也请教费委员 您说我把你抢 你该抢笔之类的 可是徐巧欣有类似的语言 她也是对民进党 她说不是针对你 她有杀神杀佛 这个更强更充 所以怎么界定她所谓的人才流动 跟她认为她有战力 而她的战力尤其跟你不一样的是 彰显在她可以站那个测验 去找那些测验粉砖的那些资料 就是属于网路作战 这是年纪世代要跟你BK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业 举例像我的专业是在财经 这个我们立法院的 我想你市议会你很了解 立法院你更熟悉 是是是 我跑立法院的 你更熟悉 立法院很多是专业分工 我们像委员会 像立法院 像财政委员会 我们打个网络吹吹牛 外界形容立法院有三 有三个人 叫曾太保 曾太保 曾太保是哪三个人呢 曾明忠 费宏泰的泰 然后赖斯保的保 像我们三个都是 都是教授 都是商学的博士 那比方讲我们在立法院 民进党要跟我们三个人 要去辩论 财经政策是很辛苦的 这个我想立法院的分工 立法院的专业分工是需要的 至于有的人他在 他在什么取历 他在文章写得很好啊 有的人口才很好啊 这个可能 这不是我的强项 我的强项 刚才你大概也听到 我们在财经方面立法 尤其在相关税法 我敢在这边吹牛 立法院在有史以来 大概在税法 相关税法的 不管是行政命令 立法修法 大概没有人超过我的 有些他可能只做过一任的市议员 他落跑 几个月落跑 然后就去选立委 你为什么不做攻击 或说你觉得 这样落跑 而且一次可能账面上 八个一起跑 你觉得这对国民党是 顺其自然 无伤大雅 还是说他某种程度 会有所谓社会观感 我没有看到您针对这个 做过反击或做过评论 那我是有啦 那今天不介入我 但是就是说 我想听听看 相对来讲 您也可以评价 徐晓星他是不是 没有做 位置没有做热 选民服务没有彻底 那就几个月 参选的市议员 就要跑来选立委 对不对 他也是之前的嘛 不是吗 我要跟 我要先想前一段 我们 我希望2024总统大选能够赢 我更希望立法院能够过半 如果要赢得2024的大选 国民党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举例 我们要提出如何让人民相信 我们能够比民进党 让贫富全殊不要变那么大 对 我们如何要人民相信 我们可以 我们当选 我们执政 人民可以过好日子 人民两岸不会有战争 我们 我们当 我们来实战 在立法院会立出 服国立民的法案 这是个前提 但是要做到 要做到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 我们想团结才 才可能有机会 如果不团结 就我现在一直在讲的 团结共好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 是每天在打内战的话 是保证不会赢 可是现在已经杀开了 你看我们八个选区 我等一下花时间 不占用废老的时间 就说 抱歉 废委员的时间 就说这八个区 那现在有一两个区 挤了三四个人在这里 那不是已经刀刀见骨了吗 有人 当然有人在做评论 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文章 也有点 但是这个话 不会从我嘴巴里叫出来 我绝对不会 讲攻击本党同志的话 当然你刚才讲到 很多人 很多议员 什么的事情 这个 我觉得由我们党中央 需要去考量 我服务了28年 我服务了28年 我认识的地方上的人士 28年 你说跟个几年 那当然是有 我每年光服务的人 我跟各位报告 我报税的时候 大概有 有四千多个人 我每个礼拜 六礼拜天 在菜场服务的 我一年 我一年的服务的人次 一年服务的人次 超过七八千人次 我28年下来 服务的人次 十几万人次 十几 大概有十五万人次 有些人会凋零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 这累积下来的 这就是我讲 我的竞争对手 只有一个 让选民来做决定 那你觉得里长 有没有 这个松动了 有没有 有分到许小金那边去 导向许小金那边 很少很少 我跟许舒华议员 我有实战的经验 哦 是上一次 上一次 因为我没有跟他选过 选过议员 我跟他上一届 2000年 2020年 就是 就是蔡英文跟韩国瑜 选总统 韩国瑜拿了500多万票 蔡英文拿了817万票 光景我们有一个常理来推 我总统 一个人都拿两张票 一个总统票 在台北市为例 一个是立委的票 我总统盖的是蔡英文 我立委要去盖费用台 那是很难的 所以上次也很艰困 当然很艰困 对 而且那不是一对一的选举 我们三个人选 而且还有民众党的蔡一方 蔡一方最后 我们光看他去上节目 这次上 他都上所谓的 所谓蓝营的节目 哇 公道你这边来了 他在抢谁的票 当然在抢我的票 而且平常讲 2020年蔡英文的气势很旺 再加上当时民主党宣传的抗中宝台 因为香港的事件 仗打的真的是很辛苦 即使再那么辛苦 我还有民主党抢我的票 我最后是赢的 我最后是赢的 上次那么艰困你都还赢了 这一次只要国民党不打内战 只要国民党不打内战 我们再把两岸的问题处理好 我们再把人民信任的 我们可以把经济状况 把它变得比面上好 我相信我们都会赢的 但条件是不能打内战 我相信国民党会团结 我相信国民党会把内战跟外战 都处理得很好 我相信我会赢许舒华很多票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 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